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6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答疑和实作 张医师我们现在就开始答疑的部分 我们今天有四个提问 第一个提问 张医师你好 用柜姿按肩部原始点 好像好难按 没有什么力 今晚我突然站起来 跟按背部这么按 就突然觉得有力了 站着按您觉得怎么样 或者是我掌握不了 用柜姿按肩部 我看了很多次肩部的手法 好像好难学 总感觉没有力 请老师答疑 我们现在来回答学研第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说 我们手法按推肩部原始点 他觉得跪姿好像使不上力 那上次我有说过 肩部原始点 不管坐姿或是其他方法 其实应该还是早期的跪姿最好 那他说会使不上力 这里应该跟他的一些身体知识有关 我是希望他能够再多看看我那个影片 然后第二个肩部原始点要注意的就是他很敏感 不能太大力 跟我们脊椎两色不大一样 所以你用太大力 就像你要感觉有死力的感觉 那那种力量都太大 会让患者受不了 那我们跪姿的好处就是 你第一个 跪的时候如果姿势正确 你工具用手肘侧眼把它轻轻放下去 那放下去光这样的力量其实就够了 然后你的手只要前后来回均匀的推 这样就达到效果 那如果患者还觉得不够力的话 还觉得太轻的话 那跪姿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调整动作 就是第一个跪姿用直立式的 把它跪的然后把身体挺起来 那这样高度就比较高 这时候手再放下去 那个下去的力量就会比较大 但记得我们按推 绝对不用手臂的力量 是手是因为身体的调整 然后轻轻放下去 这样来达到调整 依我这样长期这样按推下来 这样的力道应该都够了 所以也希望他应该再参考一下影片 好我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我妈妈现在是结肠癌晚期 医院已经没有办法 她已经一个月不能正常进食 只能喝一点点汤 第一期化疗药物都还没吃完 现在肚子很大 现在肚子很大 也很难大小便 长进也无法做 请问我应该如何做呢 我是通过一位中医师接触原始点 迫不及待就写邮件 静待回复 感恩 我母亲不了解原始点 但我了解的 她不试字 也没有经历 看视频了 昨天家人看她难受 送去医院装了支架 母亲现在肿瘤 已经发到肝上去了 非常难受 不能进食 不能通便 我看了您的视频 准备去给妈妈灌肠 和按推 但是我还没开始 他们就已经送医院了 我不希望妈妈再受外力所伤 我相信有解决办法 相信原始点 启动自身愈合机制 现在癌肿瘤 已经装了支架 饮食和运动 母亲都已经没办法了 趴着也不能 肚子有11公分多的肿瘤 只能平躺着 请问按照原始点按推 除了腹部 我还能做得有哪些细节呢 反请说明 感恩 请老师答疑 这位学员来问的是 他妈妈结肠癌的问题 现在情况是 他妈妈做过化疗 第一期还没有做完 但人已经很难受 第一个 不大人进食 只能喝一点点汤 这样持续已经有一个月了 而且大小便也没力 常常不通 那他的孩子很想用原始点 那问题他妈妈好像现在 也没什么体力 好像也不能趴 然后只能侧卧 那在我的看法 第一个原始点其实处理肿瘤不是问题 问题是到底这位患者体力怎么样 那如果依您提出的这些事情来看 你妈妈应该体力已经很少了 而且腹部肿瘤又很大 你也说他可能已经转移到肝了 所以腹部很沉重 那在我看法 像这样已经又做过化疗 然后又吃不下 大小便也无力 然后肚子又很大 然后好像 就是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运动 体力很差就是了 听起来虽然没有看到人 但光这些叙述 以原始点的研判 他应该是蛮严重的 因为我们的重病里面 还有分 就是一般的重病 只要有疲惫啦 面无光泽啦 甚至讲话有气无力啊 行动词谎无力 这些就算了 但是他不只是这样 而且又已经一个月了 又做过化疗 体质我认为也已经破坏了 所以比这个更严重 那更严重要怎么来看呢 第二个重病如果 他体力缓慢下降的话 那就是有危险性了 我们在诊断与治疗里面都有提 这个时候显向已现 可能要开始来 叫他要怎么样来调理 但是以 目前这个肚子又大 大小便又无力 又不能进食 这样我看 应该是体力急速下降 应该也就是属于第三阶段 那重病第三阶段就是 已经算是蛮危急的 我们书本上写的就是命危 如果我光听这样的叙述 我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患者 他现在已经算是 已经蛮危急的 好 那这么危急下 能用原始点 第一个 原始点当然就是 为任何的病患 提供一个正确的方法 让患者能够更舒服 但到命危的时候 处理上确实要有很多细节 也要小心 第一个你光按推就好 按推你那个手法 一定要很轻柔 也就是你那个手 根本不能用蛮力 也就是手那些工具啊 他只是轻轻放着 然后靠身体来调整稍微力度 然后慢慢轻推 这样才不会伤到患者 要不然如果你一使用蛮力 他可能就受不了 所以越到重病处理的时候 那个手法是越讲究 所以这一点我特别提醒一下 再来你也想说 大小便因为很难排出来 那你想灌场 我的建议是这样 第一个最好的方法是 因为姜灌场还是要进去体内 但是以他身体那么虚 然后又吃不下的情况下 我的建议是先涂姜本 藉由皮肤 藉由身体把热源吸收 然后在你如果在看我们的影片 然后涂这些技巧 比如说手指手掌要紧贴患者的皮肤 然后稍微往下按 然后往前推 然后这样推姜粉泥的时候 那个热源才能够慢慢深入进去 这样来回要三遍 这个在重病处理都有讲 以前影片应该也都有提到 这个你可以参考 那这样来回三遍之后 力量一定要稍微进去 然后又不能让患者觉得很痛 所以我说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那这个你多去尝试 只要用心 手一定不能僵硬 不能用蛮力 一定很轻柔的放着 然后再靠身体去调整 然后再往下按 然后再来推 这样热源才能够深入进去 那一天可以按推个两三次 那每一次一定要三遍 也就是所谓的一遍就是你涂姜粉泥 然后往下按往前推 然后这样推完 第一遍一定要推到姜粉泥都变干掉 然后再把屑屑剥掉之后 再重新再一遍 也就是每一次都要如此三遍 这样热源才能进去 然后如果有必要一天要三次 这是我的建议 那如果有热源进去 你懂得在腹部还有背部 臀部这些案 说不定它大小便就容易畅通 还不一定要用到姜灌肠 除非啦 这样你用 然后姜粉泥也大面积涂 然后一天来回三次 还大小便还出不来 那这时候才考虑到 用姜灌肠 是这样姜灌肠是补助 但绝对不是就是可以取代姜粉泥 反而姜粉泥在我看法更加重要 那这个在涂姜粉泥又懂得这样 按再往前推 其实那个动作都有一点类似 我们的手法的舒缓 那这样经过又舒缓 又有姜粉泥的热渗透进去 我相信患者一定会立刻有感受 也就会有改善 那这个是我对您的建议 情况应该没有想象那么乐观 我的看法是 已经到重病算是最严重的 那所以照顾要非常小心 但原始点它在我看法 一般重病容易处理 那到险下 也就是体力缓慢下降 那个也还好 到了命危就是你 已经一个月都不大能吃了 我相信这样体力一定是不行的 然后大小便也无力肚子又胀 那这个就是已经算是命危 那命危与原始点的处理 一般有可能好也可能不好 所以我常常会告诉患者 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然后要做最好的准备 这样才是正确的心态 而不是说我急求用一个方法就能够让患者 好像起死回生 能够逆转 这个都不现实的 所以你要用原始点我是很欢迎 但你那个心态上也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样才不会造成你的压力 他以为你有这样好的方法一定会好 可能他也会受挫也受不定 所以心态都要调整好 那重病处理那一篇 你一定要多看一下 好我的建议就到这里 提问三 基金会的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寺的原始点学员 我从2016年一直学习原始点 在老家开了一家公益点 我几乎每天都观看张医师的视频讲座 我也有和张医师认真学习手法 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去台湾 和张医师学习 提高自己的手法和理论 希望老师回信告知一下 感恩您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可不可以留在基金会 做义工 希望更多的人获得健康 请老师答应 这位学员 来信 那希望说他能够到台湾基金会来 学习原始点的理论跟手法 甚至可以的话还可以留下来当志工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最好不要啦 因为毕竟太远了 这样你花费也会很多 不如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元旦也有在香港举办 培训课 不但有理论也有手法的教学 那以后如果有这样的活动 你就多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那如果万一报名不上 也可以就近学习 比如说吉林 我记得上次培训 也有派人来香港学的 学的还蛮不错的 我建议你就直接到他那里 然后他们也会教你 如果当然啦心觉条件就是 你是真的想帮助人的 那如果你是要开馆 然后收费的 那我就不敢教你 那个公益点也不可能这样教你 所以最好还是在就地 比较近的地方 学对你是最有帮助的 那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提问四 我是内地河北省保定市的 原始点受益者 学习官网内容 每周坚持学习视频内容 亲身体验及实操守法 2022年完整版已看完三遍以上 学习中想发心推广追根溯源 更愿拜访台北总部 以求同根同贫 请老师答疑 这位学员的问题跟上一个还蛮类似的 他是说他接触了原始点之后 也很坚持在学习 然后都有看视频 然后我出版的完整版 他也看了三遍 应该对里面的内容也蛮熟悉 然后他不止有亲身体验 还有实际操作 不过他还是有一个想法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想来台北 那来台北学 就是希望说他学的不会有偏差 这些对这样热忱的学习者 老实讲我都听了都蛮感动的 为一个法 然后愿意这样来发心学习 甚至学完之后想帮助人 这很好 不过还是一句话 其实第一个路途太遥远了 相见不如不见 也就是不如在视频看我 还比较切实 跑来台北也不一定见得到我 因为我个人也忙 然后再来 你说的那个书已经看了三遍 我觉得可以配合影片看 观看书不一定能够充分理解 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然后将来也会有新的资料 比如这个完整版 我光今年一路修改也改了九个多页了 我相信现在的内容又比之前会更完善 那这些新的资料都会在未来的视频里面 影片里面来发表 所以我也希望说 你就这样坚持就可以看到最新的理论 最新的教材 然后如果在手法上有什么想提升的话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以如果基金会在大陆有活动的话 你们都可以报名来参加 或是基金会认可的推广点 公益点 那真正能帮助你们的 那你们有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可以来基金会问 基金会也会提供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老师的答疑 那我们今天答疑部分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的是实作分享 我们今天有两个案例分享 第一个是羽毛球 急伤眼睛失明案例 好 我们现在先放这个案例 羽毛球 急伤眼睛 失明案例 我26岁 2022年元旦打羽毛球时 眼睛受伤 严重出血 失明 从医院诊断为 右眼球 顿磋伤 右眼前方 鸡血 医院建议住院治疗 因母亲学过原始点 并且常用原始点帮助别人 母亲带我到公益点 志工帮忙按推头部原始点 温敷头部 江粉喷鼻 浓江汤洗眼 江粉泥按推眼眶四周 红豆袋温敷等等 经过五天的调理 眼睛充血明显变少 眼睛稍微能见一点光 信心大增 积极配合 也对原始点条理更加有信心 经过两个星期的条理 非常明显 眼睛已经没有红血丝 视力也恢复正常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位应该是要分享的案例 因为蛮精彩的 我也看了之后也觉得真的非常好 这位分享的学员是这样 他在2022年打羽毛球 结果不胜 眼睛有顿挫伤 然后眼睛畸循 然后眼睛也看不到 那西医诊断认为蛮严重 一定要住院治疗 但因为他母亲有学过延时点 所以就用延时点的方法处理 那他处理的方式就当然就是按推头部 然后还有温敷 包括什么人用的他几乎都用了 譬如他也用姜粉喷鼻 然后姜汤清洗眼睛 然后又用姜粉泥在眼睛周围按推 结果经过五天 那个冲血 那个积血慢慢就散掉 那两个礼拜眼睛就恢复了 我觉得这个非常精彩 那也他这样发表 我相信能够照顾很多人 如果有类似的眼睛问题 事实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现在延时点他的进展是这样 如果单纯就眼睛的部分 我的看法是当然按推头部原始点OK 没有问题 那再来如果最快速的方法 是可以用姜粉 姜粉敷衍 我们当然早期有姜汤清洗眼睛 也有用姜粉泥跟姜粉敷衍 但扇着比较下来 最刺激但效果最好的 反而是姜粉 那姜粉沾在眼内角 然后眼睛闭 然后他慢慢让眼睛慢慢吸收 然后眼睛就会开始有刺激感 甚至流眼泪 那经过差不多约15分钟左右 眼睛就可以慢慢睁开 效果非常好 一天可以多次啦 那早期 大部分是用姜汤清洗 所以这个没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针对他的眼睛应该最有效 就是他刚刚讲的 用姜粉泥在眼眶周围按推 还有用姜汤清洗 我认为那个是更直接 因为瘀血它本身就是 状的组织受损嘛 那状你按推他处体伤 应该效果不大 应该这个患者应该是 得益于患处 患处的处理得当 所以效果才会那么快速 那现在基金会的那个姜粉 姜粉泥敷衍 这个效果都很好 姜汤清洗也可以 但是效果稍差 所以以后大家在选用上 可以与时俱进做一些改变 那也很感谢这位学员提供的案例 谢谢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放第二个案例 是一个牙根农包涂姜粉的案例 牙瘾农包涂姜粉案例 我女儿十一岁 回台湾 背着地底时 一脚踩空 摔断了门牙 一颗完全掉落 一颗摇摇欲坠 医生暂时把牙齿放回去 但不确定能不能长回来 医生说需要长期观察与治疗 有骨沾黏 抽神经 长不回 需做根管治疗等 回美后 请叫原始点置工 每天晚上温敷 嘴巴外面 希望三颗受伤的牙齿 能渐渐好转 加上戴口罩 放暖贴温敷 女儿未到18岁 牙还在长 不适合 直牙 装牙关等 我很相信自愈能力 她运动多 年轻 抵抗力强 愿意按推 涂姜粉温敷 我对她有信心 2023年10月17日 女儿牙根长了农包 长在完全脱落的 那颗门牙上方 刚开始 牙根农包挤不出什么 只有流出一些血 帮她涂上姜粉温敷 她也没哭 好像能忍受 前后都温敷 牙根农包很痛 挤破让血流出来 边暗边哭边流泪 说更痛 不过她真勇敢 伤口上涂姜粉 她都接受 一天涂三次 一般牙根农包 美国牙医建议的做法 是切开引流 加根管治疗 我们原始点 涂姜粉 加温敷 一星期就差不多好了 第九天 完全愈合 那我们现在放这个影片 今天是2023年10月17号 这根蛋糕牙 上面长那个包包 这是第二天 看一下 摸好一点 这是第三天 看一下泡泡 没有小一点 2023年10月20日 这是第四天 昨天有按推 吩咐 2023年10月20日 第四天 现在我们把一个浓挤出来 等一下再抹一下姜粉 我们挤本子再挤一下 好 跟隔壁的差不多了 2023年10月20日 2023年10月22日 今天是第六天 我们已经击破了浓包 然后它又愈合了 现在做第三次 今天2023年10月24日 今天2023年10月24日 第八天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已经差不多好了 已经差不多好了 我们看不到什么包包了 很勇敢的小美女 2023年10月25日 第九天差不多好了 这位学员提供的案例非常精彩 他的女儿有一次摔伤之后 一颗门牙掉落 另外一颗断裂了 另外一颗摇摇欲坠 那他去找牙医 牙医也帮他那个掉落的 把他植回去 质疑以后会不会好 牙医也没有把握 他只是说如果观察如果没有好的话 将来可能还要抽神经 做根管治疗种种 那他母亲就想用原始点来处理 也问了志工 那整个的影片拍摄得非常仔细 也很精彩 所以这样的案例老实讲我也没有做过 所以我只能一边在看到这个影片 一方面赞叹 然后让我也感觉许得蛮多的 那非常感谢这位学员提供这样的影片 以后类似这样的患者就可以受益 好谢谢 我们今天的实作分享就放到这里 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播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